好 接下来的全球现场时间 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Omicron的亚变种 BA.5肆虐全球 专家现在预估 恐怕会成为流行猪 更多的重点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真容了 好的 早安 从现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 台湾昨天传出了 BA.5的本土个案 而事实上呢 BA.5现在肆虐全球 尤其是在欧洲这边 是掀起了一波的新疫情海啸 而BA.5在美国 已经占了五成的新增 病例的病例成为主要的 流行病毒株 那么大陆继西安市之后 北京也出现了 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株 BA.5.2的分支 北京官方现在要求 机场 火车站等等的 重要的交通运输的地方呢 这些场所都要管控 要严格的是查验 入境人员的物资闭环管理 要严防这个病毒外溢的风险 同时在南韩也新增了 一万九千多例的确诊 这是最近42天以来的新高 那BA.5恐怕是会成为之后的 流行病毒株 而现在除了新冠疫情之外 猴豆的疫情也在全球蔓延 世卫就表示已经扩散到 至少有58个国家 累积病例超过了6000例 而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欧洲 不过在亚洲的疫情 也有升温的趋势 像在新加坡这边出现了 首例的本土猴豆的确诊病例 新加坡卫生部表示出现了首例的 本土猴豆确诊病例 这一名患者他是居住在新加坡的 45岁马来西亚籍的男性 跟上个月通报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是没有关联的 目前掌握到的是这名男性 他接触有三名的密接者 将会隔离21天 那么世卫现在也对全球的 猴豆疫情升温 预计要在7月18号这一周 会召开的委员会 再度要商讨 是不是要针对猴豆警示的程度 提升到最高等级 而且说这个会议日期 可能也会提前 再关系的是 我们台湾的芒果样本 不久之前呢 被澳门政府在三天两度说 验出有新冠病毒 而香港政府昨天也发新报告表示说 有一个台湾进口的芒果表面 也检测出新冠病毒的阳性 香港的食安中心 现在已经将有关的产品停售跟下架了 并且将这些芒果全都销毁 来看港媒iK报的报道 一批台湾进口芒果 表面验出有新型冠状病毒 要销毁和停手 成案中心说澳门上个礼拜 验到台湾芒果带有病毒 要全数销毁 中心因此联络澳门政府跟进 明车扣查33箱 总200公斤的芒果 抽查9个芒果 其中一个表面样本带有病毒 成案中心即时指示分销商 停售下架和销毁这一批的台湾芒果 又派人巡查仓库 要求彻底清洁消毒 而至少我们来看到的社务战争的影响 现在欧洲是面临了能源危机 欧洲议会六号做投票 通过欧盟的提案要支持天然气 还有核能列为环境永续的绿能 说这可以让欧盟稳定的朝气候目标迈进 然而这项提案呢 其实在欧盟的成员国跟欧洲议会 都引发了一些争议 主要就是环保团体认为 这是把核能给嫖绿了 说会告上欧洲法院 欧盟执委会今年初就提案了 将天然气跟核能列为绿能的投资目标 6月的6号的这个全体表决当中 结果以328票的支持278票的反对 跟33票的弃权通过了提案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为了制裁俄罗斯 其实欧盟他们也尝到了一些能源大涨的苦果 再加上呢 现在国际能源价格大涨 依赖俄罗斯能源的一些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也出现了财政的负担 因此呢 现在对于能源的议题 也是出现了两派的对立声浪 但现在绿色和平组织表示 会提出正式要求 要求欧盟展开内部的调查 假如说结论不符合预期的话 说会采取法律行动 而来看到的是英国首相强森 他现在面临的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危机 继财政大臣跟卫生大臣 闪电辞职之后 抗议首相强森失去诚信丑闻不断 现在已经至少有44名的内阁次官 还有官员跟进辞职 保守党内部也要求强森下台的呼声高涨 但是强森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他是拒绝下台 强森表示首相要承担的是重责大任 面对不同情势都要坚持下去 而这一次的危机导火先是外界怀疑说强森 他包庇了涉嫌性骚的保守党副党边品希尔 再加上他之前的一些派对门的丑闻还未解 6月初的时候是被党内提出了不信任投票 虽然说支持他以59%的支持率逃过一截 但现在又再报了用人跟诚信的问题 虽然说现在依照党规是一年之内 不得再度对他提出逼宫的提案 但现在党内有考虑要改变规则 所以强森有可能会再度面临的是不信任投票 而其实强森的内阁相继辞职 都是质疑强森的能力 现在内阁的大变动 当然也对他的政治前途带来许多变数 英国各家媒体炮口一致 写着强森你够了必须结束派对门 当时的派对门丑闻举国哗然引发重怒 因为新冠疫情防疫严格 却只许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面对记者隔空喊话 强森头也不回 他不仅在派对门民调狂跌 卫生大臣贾维德与财政大臣苏纳克同日相继请辞 原因是内阁和国家都对他没有信心 在野的工党副领袖则表示希望其他内阁也能为人民着想有点骨气 其实派对门丑闻风波后 保守党自家看不下去 发起不信任投票 不过强森躲国下台 这次新财政部长查哈威这强力捍卫首相官位 尽管外界许神不断 强森身旁的忠诚仍然力挺他到底 他也指派查克为人民财政部长一职以及巴克莱接掌卫生大臣 但内阁的动荡恐将对强森能不能继续担任首相形成变数 记者陈里先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